两目暗黑的黑眼圈 寿命也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身体引发肿块 各种节节 脊肉 可以拿叙事的淡化黑眼圈 这个我们网友呢 刚刚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 到底可不可行 治标 不治本 家住古北宜昌的75岁 张大爷眼带非常明显 导致重度角膜炎 眼下的这种松弛 到底是咋回事呢 终于讲皮主肌肉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 来调理一下呢 健康医生青 越看越年轻 欢迎各位收看 这一期的健康医生青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的教授 张立燕老师 欢迎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今天我们的健康女主播是夏雪 大家好 我是夏雪 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们健康医生青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在网络端 为大家服务的是曹雪儿 大家好 我是曹雪儿 大家也可以关注健康医生青的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联系 2022年北京冬奥会 已经圆满落幕了 不知道如今 你是否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冰敦敦呢 那冬奥会吉祥舞冰敦敦呢 在这场体育盛会上 顶着黑眼圈成功出圈 黑眼圈呢 长在他脸上 是萌 是可爱 可要是长在咱们自己的脸上 那就是烦恼了 想要除之而后坏 为了去掉黑眼圈 大伙可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两个手鸡蛋 去黑眼圈的方法很简单 在滚动上下有黑眼圈的位置 每天五分钟 促进远部的血液循环 可以当迅速的淡化黑眼圈 你这个在干嘛 在敷土头片呀 据说敷土头片可以消除黑眼圈呢 天天顶着烟熏装 我这黑眼圈是不是没救了 关键最近还听中医说黑眼圈会折瘦 我该咋救救自己呢 无论睡不睡好觉 黑眼圈就在那儿 老妈说厨房都快成我美容室了 啥刮过皮盒都用了 也没见好哪儿去 我这黑眼圈简直没救了 我甚至想用十年寿命 换黑眼圈消失 看来被这黑眼圈缠上的朋友 确实够烦恼的 这边有担心会影响寿命的 那边呢甚至有想用寿命 来换黑眼圈消失的 大伙先别急哈 都冷静冷静 黑眼圈真能影响寿命吗 黑眼圈到底该怎么去啊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黑眼圈叫什么 叫熊猫眼 在冰噸噸的脸上啊 大家感觉想去捏捏撸一撸的哈 可挂咱们脸上就闹心了 还有网友就表示了说 黑眼圈还可能影响寿命 正好是这真假 我们的医生张仲景 在金贵妖略里面呢 讲了两目暗黑 其实两目暗黑 就是指的黑眼圈 它确实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也是机体某些脏腑发生病变 表现于体外的一个现象或者信号 我觉得黑眼圈谁都有啊 就比如说我头一天 如果没休息好的话 我第二天就有这个黑眼圈 方才你说的这个现象呢 我们叫暂时性的 或一过性的黑眼圈 这只是由于熬夜以后 或劳累过度以后 嚎伤了精血 导致肌肤失于乳养 这个呢 我们经过休息是可以缓解的 我这熊毛眼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啥美容院都试了个遍 没啥起色 搞得我现在呀 看啥没好气 家里人从上到下死个遍 半夜也睡不好觉 早起喝水都感觉酸苦的 哎 老闹心了 我这黑眼圈和别人还不太一样 我这黑眼圈是成天陪着我 整的我确实觉得天天都没精神 干点活就腰酸背疼的 能坐就不站着 能躺着就不坐着 老没劲 我老公就说 我真是把自己当熊猫供着了 一时半会儿这黑眼圈 还得去陪着你 那我们就把它叫半永久 都是半永久的黑眼圈 但是你看啊 症状确实还不太一样 追根酒底呢 学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堵了 那分别是哪儿堵了呢 大伙能不能猜得出来呢 咱说这个腰细酸软 不一般就是肾的毛病吗 那是属于肾堵了吗 爱发脾气 这个脾气大 好像一般就是肝的毛病 那这个是肝的毛病 肝堵了 觉得非常好 这个堵呢 我们还得分析原因 是什么原因起了堵 比如说方才爱发脾气那个人呢 所谓说老百姓讲的肝堵了 那我们中医呢 叫肝气愈结 那腰细酸软这个患者呢 大部是因虚而拥堵 肾气虚以后 推动没有力量 都会表现为黑眼圈 这个肝堵了 为啥就能让这个黑眼圈 给缠上了呢 肝气愈结以后呢 会导致气质血愈 气质血愈以后 眼睛周围的毛血管比较多 血液拥堵在那儿 所以表现为黑色 这样的人往往还有什么正高呢 爱发脾气 口苦啊 失眠多梦 有的时候觉得胸闷气短 这都属于肝气愈结的症状 刚刚呢我们说到肝气愈结呢 属于是肝堵了 这个比较好理解 那这个肾气亏虚啊 说是肾堵了 这个是从何说起呢 可能大家觉得不太好理解 其实也非常容易理解通 你想啊 它一个是气质了 气不流动了 导致血液拥堵在那儿 第二个呢 情况呢 就是气虚了 没有力量推动了 导致血液也会拥堵在那儿 我们说肾堵了 堵只是表象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虚了 因为我们讲 气为血之帅嘛 肾气虚以后 推动没有力量 导致血液拥堵在眼瞼周围 就表现为黑眼圈 肾气亏虚 除了黑眼圈以外 还有什么症状呢 腰膝酸软 乏力 手脚冰凉 这些症状 刚刚我们说 可能会影响寿命这种的 我们都知道 肾是先天之本 万事万物的源泉 都在于肾气 对不对 没错 你看我们讲肾气虚 那肾气虚到底是什么呢 全程就是肾经气亏虚 如果真是肾气 要在这儿出现问题了 是不是相对应的寿命 也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呢 也会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中医讲嘛 肾中的元气 是屏受于先天的 想让它增加两种方式 一个是开源 一个是节瘤 到我们开不出源来 不能补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你说 就是省着点用就可以了 肝气欲结 严重的话 它也会引发很多的疾病 比如说气质血瘤以后 就会在身体引发肿块 各种结结 洗肉 肿瘤 都可以是肝气欲结 引起来的 所以出现这种 半永久性的黑眼圈 我们还是引起重视的 看来堵出来的 半永久黑眼圈 大家千万不能小看它 我们网友刚刚尝试了 那么多的方法 到底可不可行呢 两个手鸡蛋 去黑眼圈的方法 很简单 在滚动上下 有黑眼圈的位置 每天五分钟 促进远部的学院熊房 可以当叙述的 淡化黑眼圈 你这是在干嘛 在敷土头片呀 据说敷土头片 可以消除黑眼圈呢 滚鸡蛋 敷茶叶包 土头片 拍打按摩 你发现没有 它基本都是在外用 都从外边干预的 这个不太行的通吧 就起到一个 暂时的缓解作用 也就是像我们中医讲的 治标不治本 并不能从根本上 来解决问题 那这么的 咱们得从内来调整一下 那咱先说一说 第一类 干堵了这类朋友 有半永久黑眼圈 脾气大 失眠 这种属于干气瘀制 这到底该怎么调呢 这个就是逍遥丸 这个方大伙应该都知道 这个就是疏通干气的 是不是张老师 逍遥丸 没错 确实有疏干的作用 但是我们看逍遥丸 除了疏干解瘀 侧重于健脾和补血 针对于单纯的 干气瘀节来讲 它的力量就显得弱了 对于干气瘀节的来讲 我们就推荐一个小方子 我认识桃仁和大枣 这三个药是 玉筋 桃仁 还有我们最常吃的大枣 这三个药 组成一个小方子 我也给它起个名 叫通干美目茶 为什么用这仨呢 因干气瘀节 引起的黑眼圈 主要是气质血瘀 这是两个关键词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小方里面 谁是礼器行气的呢 玉筋 它既能行气 还能够活血 这个玉筋是玉筋香的 叫玉筋吗 不是 它是一个植物的根 它是根部入药 第二个活血的药是谁呢 桃仁 桃仁是活血化瘀的 当然我们讲了 这样的人呢 会有些血虚 所以大枣在这里面呢 是健脾 补血的 这三个药用起来 就能够行气活血化瘀 该怎么喝呢 玉筋一般的我们用十颗 桃仁呢用十颗 大枣用五十颗 但是这三个药呢 我还要提醒大家伙 就是为什么我大枣 多用一些 用到五十颗呢 这个方子比较苦 注意啊 桃仁是极苦的 玉筋也苦 但是好在大枣是甜的 那这个方子喝起来 口感能好一些 喝多长时间 坚持十天会有效果了 有半永久的黑眼圈 然后出现了脾气大 失眠嘴里苦 这种多半可能是 肝气瘀制 我们用通肝美目茶 可以试一下 第二类因为肾毒了 而这类的半永久 黑眼圈的朋友啊 也要注意了 可能会影响寿命的风险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健康一身轻 夏节更精彩 家住湖北宜昌的 75岁张大爷 眼带非常明显 导致重度角膜炎 如果眼带过大 会使眼瞼里的筋膜 出现下垂松弛 使眼瞼外翻 确实对眼部是有点影响 眼下的这种松弛 它到底是咋回事呢 中医讲皮主肌肉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 来调理一下呢 我有印象 这个方子好像叫龟皮丸 之后在药店还有成药 对吗 眼带大呢 不太适合用龟皮丸 还得给眼带调色呢 这为啥我这眼带 还是紫红色的呢 不料有脾气虚 还有一些淤质 这个应该怎么调理呢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早餐喝减醇 运动喝减醇 休闲喝减醇 淋浙糖无负担 减醇淋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怕浙糖喝减醇 君乐保如也 做人奖良心 诚信走天下 成立身 国是千万家 有国才有家 国是家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生青 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们健康益生青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的教授 张立燕老师 欢迎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有半永久的黑眼圈 同时要注意 有腰气酸软 疲乏无力 这多半可能是肾毒了 那这样的朋友 需要更加小心了 应该怎么来调理呢 那我给大家带来一杯茶 叫补肾美目茶 这个里边我就认识这个山药 其他的几样 我都不太认识 就是咱们这个方子里边 经常有这个熟地黄 还有这个芙苓 这感觉应该能挺好喝吧 这个小方子的组成 是山药 熟地黄 肚重 芙苓 这四个药 为什么用这四样 在中药里 补益肾经 益经添随 我们常用的是那两个药呢 山药和熟地 既能补益肾经 又能益经添随 就是补肾气了 这是山药和熟地 因为这样的人 肾气虚的人 大部分都有腰息酸软嘛 所以我们加上度重 补肝肾 强筋骨 对于腰息酸软 它效果特别的好 但是这样肾气虚的人 我们讲 肾虚气化失常 肾煮水嘛 大部分里肾都有水湿的猪瘤 所以加上符苓 一个是沥水 肾湿 当然符苓还有健脾的作用 这个补肾美茶 应该怎么吃呢 一般的来说 山药我们用15克 熟地用15克 度重15克 符苓10克就可以了 一天的量 对一天的量 这四味药呢 我们可以煮一次就可以了 煮出来之后呢 放在茶杯里 带茶饮 什么叫茶饮呢 就不拘次数 这样来口服就可以了 能用多长时间 七天为一个疗程 那其实呢 除了这个半永久黑眼圈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让网友呢 特别的发愁 那就是眼袋 不少朋友呢 觉得它呀 影响美观 显老 但是呢 其实还有一件事 是更应该让大家担心的 家住湖北宜昌的 75岁张大爷 眼袋非常明显 但他一直也没有太在意 最近他经常出现 头晕眼花等症状 来到医院眼科检查 医生发现 他眼检外翻 导致重度角膜炎 而且视力也急剧下降 经过对症治疗 张大爷的眼袋情况 有所改善 医生提醒 眼袋大一定要重视 一旦影响视力 是很难逆转 大眼袋不光不好看 你看啊 还可能导致剪外翻 甚至是影响视力 如果眼袋过大呢 会使眼睫里的筋膜 出现下垂松弛 使眼睫外翻 确实对眼部 是有一定影响的 比如说影响视力啊 引起眼部发炎 要说这个眼袋呢 其实很多人都分不清楚 到底是卧蝉 还是说这个眼袋 其实我也分不清 我一笑起来的时候 我这块也有一点肉 然后呢 我们网友还发来了 两张图片对比一下 然后想请张老师来 分辨一下 到底是眼袋呢 还是卧蝉 我觉得这个图片 就是后两个应该是 就中间的和右边的 应该是眼袋 第一个应该是属于卧蝉吧 什么叫卧蝉呢 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书语 形容人眼瞼肿胀的严重程度 像有一个蝉 卧嘛是趴在那一样 如果叫卧蝉了 那就有水肿了 但眼袋和水肿是不一样的 那眼袋大 我们叫包须如囚 主要是指什么呢 虾眼瞼有个三角区 皮肤松弛了 出现了下垂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叫眼袋 这样就能区分开了 但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就是现在女孩 特别流行 就是化妆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卧蝉不明显 还会在下面画出来一道阴影 来显示出来你有这个卧蝉 就觉得有这个卧蝉特别好看 但其实它是水肿的一种表现 对 在我们中医学里面 如果叫卧蝉 我们描述症状的时候 如果下眼瞼水肿 叫目下有卧蝉 这是形容水肿的 刚刚呢 我们网友啊 还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啊 这个觉得自己的姥姥姥爷 这个眼袋呢 都没有自己的眼袋大 咱按理说啊 这个年纪大的人 因为我们这个皮肤 就会变得松弛一些 这个眼袋不是应该更大吗 那为什么说 他还挺年轻的 眼袋是更大的 就这种眼下的这种松弛 它到底是咋回事呢 其实临床很多患者 也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也会有那么大的眼袋 那眼袋和在中医来讲 和什么有关系 大家想一想 哪个脏腑是主肌肉的呢 脾 说得非常好 看来大家的中医知识 都进步得很快 我们中医讲脾主肌肉 眼瞼 对应的是哪个脏腑呢 对应是脾脏 主要是脾气虚 脾气虚以后 运化无力 导致水湿 猪流在肌肤之间眼袋 毛细血管比较多 出于循环的末端 脾气虚以后 当气虫是这个部分受影响了 咱们的互动平台呢 因为这件事啊 困扰的朋友是不少呢 而且啊 大家都表示 其实不只是眼袋大这个问题 受困扰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而且他们也发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位朋友就说了啊 我老呢都没我眼袋大 还老说我说话蔫儿蔫儿的 一去他家吃饭呢 就嫌我吃的少 关键呢 我吃多点 胃呀就胀的难受 还有一位朋友说了 我眼袋大都不敢喝水 后来发现喝不喝都那样 嫌老不说了 平时呢还老负账 到哪呢都先打听好 厕所在哪 吃完就拉 那才准呢 脸色也特别黄 咋整呢 脾气虚的症状 除了眼袋大 肚子胀 容易腹泻 还有全身倦怠法力 老百姓所说蔫儿蔫儿的 那就是气虚的表现 精神不振 活力不足 面色伪黄 一些症状 都可以叫脾气虚的症状 脾气虚的 跟我们日常的起居饮食 习惯什么的有关系吗 我们现代的人来说 造成脾气虚的原因 主要是有三个 第一个是饮食不节 这样暴饮暴食 就容易伤皮了 第二个是劳力过度 我们中医讲 劳力过度伤皮 第三个 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临床看来 就是思虑过度 豪心 因为火能生土 心火不振以后 影响脾的 建韵功能 我们也叫脾气虚 所以大家要想 让自己的脾气功能 健忘起来 就要注意第三点 刚才咱们说了 这种大眼袋 就是脾气虚 引起的大眼袋 咱们不能不管 在这个中医里边 早就给出了门道了 到底怎么来改善 我们因为脾气虚 而导致的这个眼袋 先来进广告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我有印象 这个方子好像叫 龟脾丸 之后在药店 还有成药 对吗 眼袋大 不太适合用龟脾丸 治疗的时候 在侧中也 补气 健脾 沥水 甚至 我这眼睛 特别费遮瑕膏 我这不但想 把眼袋遮住 还得给眼袋调色 这为啥我这眼袋 还是紫红色的 有脾气虚 还有一些淤质 我们很多朋友 也都说 这个味道特别大 老话讲 就是吃得好 所以这个味大 原来不是 原来是这个皮有问题 这个应该怎么调理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构建文明乡村 创造美好生活 一风一俗 树立文明相风 早餐喝减醇 运动喝减醇 休闲喝减醇 淋浙糖无负担 减醇 淋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怕浙糖喝减醇 君乐宝如也 国是千万家 有国才有家 国是家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好 广告中 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益生青 越看越年轻 今天到现场为大家传递靠谱 健康知识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教授 张丽艳老师 欢迎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要说这个眼袋大 还不只是显不显老 这么简单的事 有脾气虚引起的大眼袋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 来调理一下呢 这个我有印象 这个方子好像叫龟脾丸 之后在药店还有成药 对吗 其实我之前也已经讲过了 补脾的方子有很多 但是每一个房子侧重点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龟脾丸 它针对于什么证呢 就是脾虚以后 脾的生血 铜血的功能弱的时候 我们用龟脾丸 健脾 羊血 铜血 眼袋大呢 不太适合用龟脾丸 眼袋大是什么呢 是脾的运化水湿功能减弱了 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 在侧重员 补气 健脾 沥水 我给大伙推荐一款茶 叫抹平眼袋茶 确定性是内服的对吧 对 这是口服药 要抹平眼袋茶 蘸着水往眼袋上抹就没了 这个跟刚才这个方子里边出现的 这个浮灵 又有浮灵了 能认出来 还有一个应该是当归 对 那个是核叶 我记得以前说减肥减肥 然后排水就有核叶 是不是 最主要的药 既然是脾气虚 就应该是补气了 所以这个方子里面最主要的药就是生黄气 一个是补气 再一个是能够沥水消肿 针对于大眼袋的 它除了补气还能沥水 这是主要的药 当归呢 补血 活血 浮灵呢 健脾啊 立湿 当然荷叶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药我之前也是讲过的 能够生氢降灼 生氢就是说身体脾胃之气 能够补气 降灼呢 能够降泻水湿之气 正好适合这个脾气虚引起的眼带大的患者 那我们用量上有什么价值 生黄气20克 当归15克 浮灵15克 荷叶20克 这是一天的量 用水煎煮 对 可以带茶饮 也可以按盾来服 一天服两顿到三顿都可以 一周为一个疗程 如果觉得挺见效的 那大家就再接着服一周 要说啊 这个眼带大的事呢 咱们网友啊 这个情况还有点特殊 他就想问问 这是怎么回事了 您看啊 他说 这个别人的眼带大呀 但还是正常色 我这眼带大还上色了 特别明显的青紫色 离远看呢 就像是被人打了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 那还有一位朋友 他说啊 我这眼睛呢 特别费遮瑕膏 我这不但想把眼带遮住 还得给眼带调色呢 这为啥我这眼带 还是紫红色的呢 这样的患者呢 除了有脾气虚 还有一些淤质 就是脾虚以后 饮食的极致 我们中医讲了 色轻为淤质之色 还有什么样的伴随症状呢 不爱吃饭 爱抚吞酸 总觉得打嗝 有不消化的食物的气味 还有大便粘质不畅 臭味比较大 这都消化不好的表现 当然还有的人呢 出现手脚热呀 这是鱼质的一些表现 咱们互动平台啊 很多朋友都表示 已经是中招了 而且刚刚张老师说 这个大便意味特别大 但是我们很多朋友也都说啊 这个味道特别大 就是老话讲就是吃得好 所以这个味道 原来不是 原来是这个皮有问题 是不是 那这个应该怎么调理呢 除了健脾 还要消食化脊 在刚刚我们介绍的 抹瓶眼袋茶里 我还要加上两味药 一个是山楂 再一个是呢 还有脸翘 脸翘这个药啊 一个是通行 二经的气血 形气能够散结 用眼袋嘛 还是我们也叫 急剧的一种 这是脸翘 山楂那个药呢 除了消食化脊 还能够活血化瘀 用量上有什么改变吗 山楂时刻 连翘时刻就可以了 像这样的药性 比较平和的药啊 可以茶饮 煮完水以后 可以带茶饮 也可以按盾来服 所谓说按盾服 就一天服两次 或三次都可以 七天是一个疗程比较好 如果见效了 大家就再接着服一个疗程 如果觉得疗效不好 可能就得找医生看看 黑眼圈成了半永久 可能脏气堵上了 如果黑眼圈 同时伴有生气 口苦 大风是干堵了 可以选用通干美目茶 黑眼圈伴有腰细酸软 身体乏力 那是肾堵了 我们可以用补肾美目茶 眼带挺老大 还爱负账 总没劲 当心脱垮身体 影响视力 眼带大的确可以造成 眼瞼外翻 影响视力 如果眼带大 同时伴有身体 没劲 负账 那大概是脾气虚引起来的 可用抹瓶眼带茶 试一试 眼带大还有青紫色 啥情况 脾胃机制 可以用抹瓶眼带茶 加味来试一试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提示大家 关注健康医生亲的公众号 和抖音号 在这两个平台上 有更多的健康信息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同时在后台 您可以办的健康问题留言 我们将协同医生朋友 为您来解答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健康医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